仙女落凡启示录 张韶涵 范伟奇就愿热炒梅人迎范伟奇和张韶涵两位前同门师姐妹 不合传言吵了八年 观众也逐渐疲乏 但想不到本月一则算命师论前世的新闻 竟然意外开启了仙女送公文的网络话题 先不说仙女送公文大赛谁输谁赢 但奇妙地从大数据来看 两位仙女范伟奇 张韶涵竟双双在网络风向中落败 成为一个双输的局面 演艺圈不合不是新闻 凡是姊妹间总有私逼时 就当一场八点当 但想不到台媒又再度超越了自己 让范伟奇 张韶涵的恩怨纠纷 吵到了一个新境界 11日自由时报及时新闻报道了 范伟奇 张韶涵甲面闺蜜反目八年 竟是这场比赛嗨的新闻 内容引述一名算命师的话 指出两人前世原本是仙女 却因一场送公文大赛反目成仇 延续到今生 先不说此篇新闻是如何的内容农场和毫无新闻价值 但却也迎合了喜爱去闻的网友口味 成为当周最发烧的新闻话题 透过KITO大数据关键引擎 观察两人半年内的话题 从去年9月1日至今年3月25日间 两人引发的话题有蒙面同台庄部署 2010年两人合唱 如果的是全成龄互动片段重新被翻出 以及黑人因互犯回腔网友一事 而张韶涵在黑人互犯之后 突然在微博发文黑白狗别乱叫 又引发一波高峰 范伟奇和张韶涵 一个在台湾相夫叫子 一个在中国全新发展 也因为众心大不相同 导致范伟奇FB粉专330万粉丝 大胜张韶涵的55万粉丝 也因此出自范伟奇自己是二 晒夫的正面声量较多 而张韶涵则因参加蒙面歌手猜猜看 歌手2018获得不少正面声量 人生路径已大不相同的两人 在事业上成就难分输赢 也许就此形同陌路 但一篇算命师的前世仙女 宋公文报道 竟冲出网络新热潮 甚至连带有媒体跟风 抢着算一人的前世 但即使网友当玩笑看 却未必能将此可爱形象 投射自范伟奇 张韶涵两人身上 将两人从去年9月27日口水战 开打前后的网络好感度抓出来 两人双双正面评价小跌 负面评价增加 这段期间有网友声称 抓出范伟奇假面事迹 张韶涵家便也被再度掀出 更有人及此在PTT匿名爆料 当年不合内幕 不管歌唱得怎样 都没人在乎了 只剩跟着算命师瞎起哄的媒体 撞到点月 而不管张韶涵 范伟奇前世到底 谁赢了 在这场口水大战中 都输得彻底 新一季新歌声导师阵容大坏血 谢霆锋里建亮 向中国日报网每年的新歌声 导师阵容都是一大看点 3月28日 浙江卫视在春季推荐会上透露 新一季的中国新歌声 将在今年第三季度亮相 导师阵容也有了大的变动 新一季节目的导师阵容 有哪些变化 28日下午 灿星制作副总裁陆伟在朋友圈确认 浙江卫视2018中国新歌声 全新导师阵容揭秘 周杰伦 谢霆锋 李建三位导师已确认加盟 还有第四位神秘大咖导师 敬请期待 相对于往年新歌声 对导师阵容的微调 今年的阵容可谓是大换血 从已公布的三位名单来看 除周杰伦算是老将继续坐镇外 以往多次参与的那英 刘欢和陈奕迅都没有在名单之列 不过 这个名单也带来不少惊喜 此次新加盟的谢霆锋和李建 都曾在其他综艺中积累了不少观众员 也都不是第一次担任导师 其中阔别歌谈许久 近年来一直专心做厨子的谢霆锋 这次终于回归到本职工作上来 让不少八十后歌迷喜出望外 而以段子手形象深入人心的民谣诗人李建 在去年曾担任老牌选秀快乐男生的导师 原本让网友充满期待 最终以平淡收场 此次李建转换舞台 其专注音乐的态度 也和新歌声的理念相吻合 往年导师阵容中常常强调 我带出了冠军的那英 在这一季完全不见踪影 按照节目组此前一贯三男一女的导师配置 不少网友对还未公布的第四位导师 开启了各种猜想 目前 已经确定参与另一档音乐类节目的蔡依林 成为网络上呼声最高的女导师人选 来源 人民网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请亲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芈月传》中饰演 一群网一角走红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一名 Rab J的男子于悉尼一酒店 性侵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知 高云祥与友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友人在悉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他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 一表示不知情高云祥设行亲被捕 老婆力挺 我相信他男性高云祥以米月转一曲王一角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亲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道歉 老婆董璇也马上转发写下 让大家担心了 我相信他 力挺老公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并表示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策 最后也表达歉意 而高云祥与令明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皆涉及性亲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居留中 内地男星高云祥涉性亲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米月转》中饰演一曲王一角走红 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一音 Rab J的男子于悉尼一酒店 性亲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之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悉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她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 亦表示不知情义渠王涉性亲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男星高云祥 以《芈月传》义渠王一角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亲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令明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 皆涉及性亲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居留中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性亲36岁女子 澳洲悉尼被捕 曾于《芈月传》中饰演 《一群王一角走红》内地男星高云祥 涉嫌连同一名一名Vab Jane的男子 于悉尼一酒店性亲一名36岁女子 但亦有报道指两人是袭击该名女子 据之 高云祥与有人被捕 目前仍被警方拘留 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 高云祥与有人在悉尼地方法院通过视频出庭 其律师将为他做出辩护及申请保释 有内地传媒联络上高云祥的太太董选 为她立即挂断电话 而高云祥的经理任刚表示对事件不太清楚 高云祥拍摄新剧的导演易表示 不知情义渠王涉性亲被捕 工作室发声明道歉男星高云祥 以《芈月传》义渠王一角爆红 今传出他在澳洲拍新戏 却涉嫌性亲一名36岁女子被捕 新闻在澳洲与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稍早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表示 澳洲警方已介入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测 最后也表达歉意 工作室人认为外界传出许多不实消息 希望大家能够停止 而高云祥与令明为王晶的戏剧负责人 皆涉及性亲 目前两人都被逮捕 至今仍在拘留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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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